五级巴都东的居民今后将有望在社区内的健康资源中心接受免费的糖尿病检测 2022年的全国人口健康调查显示 在未被确诊的糖尿病病例中 18到39岁的国人占比最高 新中心因此将把重点放在年轻居民上 以及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居民身上 位于五级巴都第二十五届一座组屋底层的 五级巴都东夷燃景社区健康资源中心 是由黄亭芳综合医院所管理 由于许多年轻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患糖尿病的风险 因此新中心将着重为年轻居民服务 受访医生表示 尽早预防可避免发病的几率 尤其是那些出现糖尿病前期症状的公众 新中心今天由卫生部高级政务次长 拉罕尤玛赞揭幕 他表示社区内的居民应获取更多相关知识 中心也会定期举办健康讲座和活动 黄亭芳综合医院表示 这类中心也可推展到西部的其他区域